250毫升纯牛奶,用开水烫一分钟 盆中放500克的中筋面粉,加5克酵母,20克白糖 牛奶烫到40度左右,把它加到面粉里,搅拌成面絮状 然后加入20克的油 接着再揉成面团 和成一块软硬式中的面团,盖上一块湿布,饧面质两倍大 饧发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,反复揉搓,排一下里面的空气 里面的小气孔一定要排干净,如果有小气孔的话,上锅之后会容易塌陷 揉至光滑细腻,把它搓成长条 再下均匀的剂子 把剂子整理成圆形,然后用擀面杖擀成椭圆形的薄片 薄片的厚度像这样就可以,然后从一头把它卷起来 再从中间一分为二,像这样就可以 所有的剂子都做好之后,把电饭锅的底部刷油 再准备一些蜂蜜 把每一个剂子的底部都沾上蜂蜜,然后均匀的摆在电饭锅中 盖上一块湿布,再次醒发30分钟 30分钟之后,等到剂子都醒发到变胖变轻 在上面刷上一层蛋黄液,再撒上一些黑芝麻 放进电饭锅中,有蛋糕键的话就按蛋糕键 没有蛋糕键的话就按煮饭键 跳炸之后要焖5分钟再打开盖子,避免塌陷 蓬松悬软的面包就做好了 这个蜂蜜小面包,因为底部蘸了蜂蜜 它的口感是非常的香甜,美味 而且表皮也非常的酥脆,非常的好吃 上面又非常的蓬松,暄软 大家可以看一下,非常的有食欲